大家好,今天我打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家里的秋石壶 其实这一株秋石壶买回来已经有一个月左右 但是它的花还是很漂亮的 而且颜色也没有一点的变 它是很漂亮的 它回来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花都打开 只有上面的一两个花包没有打开的 这里就卸了一朵 但其他都保持得很漂亮 而且它的花也很多的 它的植株是很高的一种 现在这里也有一个小苗 当我买回来的时候 我所有的石壶也会给它们擦掉它们的极料 清洗它的根部 还有就是消毒它们的根部 才在上盆的 现在我用的是石头 还有一些木炭 树皮这样的极料 它原本就是一些椰子的椰康 那当时它的根部是很多的虫子在里面 有蜗牛还有一些黑蚂蚁 所以我觉得回家的所有的花我都会给它们采资料 或许是消毒一下 要不然它的虫子就会跑到其它的盆栽里面 这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可能会令到其它的植物都受伤害 那做了这么多的动作 它的花也能够保持这么漂亮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吸引力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还有这一株也是秋石湖 它是比较小一点的几株 我不清楚它是米里还是它比较小一点 但它反正本来就是栽在这么一个小的盆子里面 我就没有给它换成大一点的盆了 那里面我用的现在是水苔 因为它的盆子太小了 用不到石头 不能用石头 所以我就用水苔 它也有一个小苗在掌握 我给你看一下 这里就是它的小苗 那也是在开花的时候 就开始讲这个小苗 所以我觉得秋石湖是吸引力非常高的一种品种 还有它们的开花的花期都很长 这一株差不多就花要一个月了 还有两天就一个月了 它的花也没有卸掉 也是这么的健康 这么的美丽 这一株就大概是半个月吧 它的花都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还是很美丽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找一些花期比较强的石湖 那我觉得秋石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今天呢 我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你点赞 还有分享我的影片 然后就是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下一次有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很快看见了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